数头鸭脖事件官方公布调查结果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儿还好吗? 好像官方调查组听到了我的视频一样 我早晨刚刚发的视频 说这个数头鸭脖事件的官方的调查组 进驻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已经7天了,6月10号成立的调查组 一直还没有结果 我说希望这个事情不要不了了之 结果我那个视频发出去没多久 12点半左右的时候 官方就已经发出了这次事件的调查报告 我们来看看怎么说的 我看到的这个调查报告是央视新闻发出的 6月17日 针对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6.1食品安全事件 江西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联合调查组 本着实施求是原则开展调查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联合调查组经现场勘察现场调取监控视频 发现6月1日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为鼠头的义务 被涉事食堂工作人员事发当日丢弃 经过查看食堂后厨视频 查阅采购清单 询问涉事食堂负责人 后厨相关当事人 当事学生和现场围观学生等 判定义务不是压迫 根据国内权威动物专家 被提取的当事学生所拍现场照片和现场视频 进行专业辨识 判定义务为老鼠类镊齿动物的头部 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昌东分局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未认真调查取证 发布义务为压迫的结论是错误的 这是官方结论 不是压迫 就是镊齿类动物的头部 就是属头 经认定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对此次事件负主要责任 涉事企业负直接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监管责任 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民安全法级实施条例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经吊销涉事食堂 食品经营学责证 对涉事企业和法征代表人 秉格处罚 下一步将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昌东分局等相关责任单位 涉事企业和责任人 并在全省开展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抓好源头治理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大家看到了吧 我之前说 如果最后说还是亚伯的话 他们不但保不住面子 那搞不好还得上了成语字典 很多朋友都说 不会改的 就是亚伯 要维护他们当地的面子 但现在看来 上面没有听这一套 没有给自家的孩子户短 还是承认了一个 大家已经看在眼里 就什么简单明确清晰的 那么一个事实 那个东西它就不是压薄 它就是树头 所有人清清楚楚的看到 只要看到那照片 看到那个视频的人都会有判断 现在等于是官方还原了 常识性的 给了大家一个认可 就是你们看到的 接下来处理结果 进一步的再看 估计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 丢掉乌纱帽 甚至搞不好还要继续做几天 罚款那是肯定的了 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小事 你是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那几个说它是压薄的 这几个单位 这中间还有人 不但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 还是不是涉及到其他的问题 这个我具体不懂 希望有懂法律的朋友 能够解答一下 他们会负什么样的责任 负责行政管理的这些人 那他也一样会有责任 既然巴辅巡案来了 这个升堂之后 案子已经清楚判决了 那接下来 那就谁该负什么责任 就负什么责任吧 这件事情我要 这个给调查组点个赞 虽然我刚 我两个小时之前 还在说这个调查组七天了 还没给结果 这个结果马上就来了 可以说是打我的脸 我觉得打脸打得好 我就是希望这个事情 不会不了了之 有一个清楚明了的说法 那现在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要的清楚明了的说法 这样非常好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 赞关注